他已经指着这辆车三小时了 司机和他四目相对 两人谁都不服谁 保持着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 直到一位萨普的触碰 才解除他的封印 开始在车前卖弄他的舞姿 而另一位弄潮儿则把街道 当成了他的个人舞台 在喧闹的人群中如入无人之境 肆意地展示着自己独创的魔性舞蹈 由于为情家练习 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但这并不妨碍他那出色的气质 以一个华丽的转身收尾 并举起九块九买的金腰带 为自己欢呼 而今天萨普的展示 也隐瞒了尾声 他们开始了最后的邮件 所到之处无不引粉丝欢呼尖叫 而阿坤在这接近尾声之时 还是没有放松警惕 依旧保持着张大嘴巴的姿势 直到远离了闹事 阿坤才缓缓解开胸前的扭扣 迈出那六轻不认的步伐 愉悦地走出了事故现场 而此次首秀的冠军 无疑就是阿坤 虽然其他选手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相较于阿坤却少了些稳重 身为冠军的阿坤则说出了心里话 说他并不在意这些虚的 只是喜欢这种众星捧月般的生活 采访的小哥面对这有些违心的心里话 也不禁笑出了声 优雅帅气的穿搭 以及无处安放的魅力 无不展示着萨普是走在时尚前沿的弄潮 而今天则是他们街边首秀的大日子 他们特地挑选了一处人流量密集的街道 不顾交通的堵塞 漫步在街头 散发着自己无处安放的魅力 只要感觉到位了 便会即兴表演 引得无数路人未知折腰 就算其中有人不满 也会被这庞大的队伍吓得不敢错其锋芒 而这一位弄潮而为了展示自己 硬是在车前坐了两小时 直到司机大声叫出靓仔 他才起身离开 而阿坤这边就含蓄了许多 只是张大嘴巴摆好姿势 安静地散发着自己的魅力 完全没注意到旁边这个头顶皮鞋的小伙 抢了他的风头 反观另一边 他们就犹如脱缰的野马 肆无忌惮地在街边展示着自己 大巴上的司机也只有高呼量仔好帅 请快快收了你的魅力 而旁边这位身穿黑丝 手拿迷你望远镜的小伙 无疑是人生赢家 他吸引了众多路人的注意 直到同伴的触碰 他才解除封印 开启了气氛到达高潮的首秀 然后随机拦下一位幸运儿 作为自己的观众 开始以各种古怪的姿势 展示他那修长的皮鞋 而隔壁的弄潮儿 已经和一辆小轿车对峙了三小时了 一人一车谁都不服谁 你不动我也不动 他家里的老鼠都被饿死了 却还要贷款买名牌服饰 每当他新买的战衣到家时 他都会摆好姿势 在家门前坐上的三天三夜 直到有路人触碰到他 才会解除封印开始表演 而这就是刚果的萨普 饭可以戒掉 但气质绝对不能输 阿坤就是这群时尚弄潮儿的其中一员 他的妻子也对此表示支持 因为谁会拒绝一个 又帅又会穿搭的老公呢 而阿坤为了让自己的气质更加卓越 他联合部分萨普成员 进行了时长两天半的气质训练 从观众痴迷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他们已经达到了出道的地步 这下气质到位了 战衣怎可不更新 阿坤当即就来到了小镇最有名的潮流服装店 挑选出了属于自己的潮流搭配 然后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出了商铺 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摆好姿势 肆无忌惮地展现着自己的魅力 直到好心的路人上前为他解除封印 他才得以进行下一步行动 接着便是来自于同行之间的较量 他们谁都不服谁 为了分出胜负 他们举办了一场踢台走秀 阿坤率先出场 魔性的步伐搭配着他那独一无二的气质 但二号选手也不甘示弱 每一步都散发着无可匹敌的优雅 至于三号选手就差了点意思 只顾着介绍自己的名牌服饰 完全没有展现出自己的魅力 四号选手无疑是匹黑马 优雅后退的小碎骨 但奈何路太滑 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 不难看出这次的比赛还是阿坤略胜一筹 同行的竞争也在此刻落下帷幕 于是变到了街边手秀的环节 如果说同行竞争叫优雅 那街边手秀就得叫脚屎棍 老婆和孩子可以七天不吃饭 但萨普却不能一天不出门 更何况是增添了一套新的战衣 又岂能在家独自欣赏 前脚刚踏出门的老黑 就把街边的少女迷得神魂颠倒 此刻的他仿佛就化身成了穿搭界的国王 面对同行他直接摘下墨镜 因为你的价格有上限 但我的操作却无极限 可老黑的头却不是面团捏的 毕竟这套战衣是他吃了好几年的土才换来的 怎能让一个二愣子抢了风头 于是他决定要在明天的聚会上大展拳脚 让所有的同行都瞧一瞧 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他当即就换下便衣 扭头进入了西简锤 必须要赶在明天之前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 以确保万无一失 第二天弄朝人们重仇包下了一辆大坝 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尊贵 毕竟一般人是不可能如此奢侈的 宴会上每个人都散发着自己独特的优雅 面对后续赶来的萨普们也是礼貌有加 看似风平浪静的聚会 实则恨不得将战衣的价格印在脸上 与对方鄙视一番 饭后身穿蕾丝的小伙率先发难 配合着随风摆动的红色格子小短裙 无不吸引着萨普们的眼光 老黑面对这开胃小菜 也是进行了小小的展示 到了晚上老黑直接杀红了眼 随着气氛到达高潮 他直接摘下两万八的墨镜 引得众人无不欢呼 相比其他弄潮儿的展示 老黑无疑是占了上风 在他们为自己的表现感到自豪时 隔壁的阿坤早已带着自己的小弟和音响 来到了村里的十字路口 如果说老黑是想得到同行的认可 那么阿坤则是想得到整个村的认可 为了这场无食物的表演 阿坤做了多年的练习 随着气氛的火热 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聚集 阿坤见时机已成熟 赶紧亮出了新买的名牌包包 小弟们也紧随其后 这部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他白天是守护世界的高地保安 晚上则套上雷丝 穿上红色格子小短裙 作为一个叱咤萨萨普界多年的老将 他深知该如何吸引路人的眼光 男穿女装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曼妙的身姿给路人的视网膜 带来了巨大的轰炸 再搭配上他自创的魔性舞蹈 无疑是让他从众多萨普中脱颖而出 而另一位老将则低调了许多 因为年轻时不懂事 偷挪了父亲公司资金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间接导致了公司破产 虽家道中落 但他还是利用往日的身份贷到款 为自己增添了许多名牌战衣 让他在萨普中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其他萨普是走的纯玉峰 那老白无疑是优雅的 或许是因为往日故事的沉淀 让他举手投足之间都带了一点淡淡的忧伤 而另一位新境萨普 则是城市的美容师 下班回到家的他 细心地擦拭着自己的第一套战衣 确保战衣干净后才清理自己身上的污渍 然后在自家的小院 不练其烦地练习着萨普们的专属故法 小有所成后才踏出家门 作为一名新境萨普 看到路人他都会礼貌地上前问候 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 他将是萨普界的一匹黑马 马路的中央是他们散发气质的主场 繁华的菜市场是他们检验练习成果的替态 两天45度喝西北风的姿势 则是为了纪念肚子里饿死的灰虫 有的人还在乡间的小路参加萨普的入门考试 而大佬们则开启了自己的传承 这小伙的悟性也是极高 将来定是头角蒸容之辈 虽然萨普兜里没有几个钢蹦儿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专注时尚和潮流的决心 宁愿老婆孩子在家饿着肚子 也不能丢了脸上的面子 随着时长两年半的练习生涯结束 各路神仙新人开始集结 他们盛装出喜 在尘土飞扬中向着目的地前行 势必要在众多新人中展露头角 随着各个梯队的逐渐登场 老将们纷纷上台举行了隆重的开幕仪式 不得不说这件新人的穿搭还是可圈可点的 四十多度的天气还不妄称把小伞作为点缀 再加上略显忧郁的气质 无不吸引着街边的少女 接着出场的便是颜色较深的黑子歌天团 虽然颜色搭配并不亮眼 但从他们的表演可以看出 他们领悟了萨普的真谛 姚拽的身姿无故彰显着自信 而这位小哥就略显单调了 直到那分叉的皮鞋出现 才发现小哥也不是一般人了 接着在老将们的拥躲下 萨普的太子爷骑着他的战车出场了 可以看出年纪轻轻的他 就拥有了相当多的铁粉 而这也要归功于他那不懈的努力 他的出现也让所有新进萨普的表演显得暗淡无光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出道极巅峰吧 他变卖家中所有财产 只为买一双名牌皮鞋 之后更是辞掉工作 一心钻研如何成为一名萨普 这也导致家里常年揭不开锅 可他的妻子却没有生气 反而还拿出自己的嫁妆支持着他 因为在妻子眼中阿黄就仿佛是一匹孤狼 那与生俱来的气质令他沉沦 桀骜不驯的小眼神让他着迷 而阿黄也不负众望成功地加入了萨普行业 作为村里的潮流风向标 他每天要花费四小时以上的时间打扮自己 然后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向菜市场 在这里他的虚荣心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所有人都以他为中心 把他当作国王一样庸促 让他在一生生靓仔中沉沦 而这位猪肉铺的小老板则是他的狂热粉丝 虽然阿黄一家从未照顾过他的身影 但他还是会告诉所有人 阿黄是他的精神领袖 是他对生活憧憬的对象 随着阿黄的名声逐渐壮大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都会有谜地主动为他清理路障 每当阿黄清晨外出时 都会有摄影小哥提前蹲点 面对镜头 萨普们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卖弄自己的名牌服饰 让路边的小女孩都看得一愣一愣的 阿黄则会摆出仰天四十五度的经典姿势来展示自己 而今天则是萨普们一周一小聚的大日子 他们盛装出席 要在此次宴会中选出一位穿搭冠军 可从与阿黄同行的这位萨普来看 他好像有些许的暴躁 老婆和孩子还在家饿着肚子 他们却在外卖弄自己贷款买来的名牌服饰 而今天则是萨普们一周一小聚的大日子 他们盛装出席 要在此次宴会中选出一位穿搭冠军 宴会上每位弄潮儿都散发着自己独有的魅力 以各种古怪的姿势来卖弄身上的名牌服饰 若是换个环境 路人肯定会以为这是某个财阀家族的聚会 而此次的穿搭冠军无疑是花光所有家底的阿黄 可获得冠军的他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奖励 根本无法改变他现有的生活 这让他有些愧对饿着肚子也在支持他的妻子 而他老表的遭遇则让他彻底醒悟 曾经的老表也是一位萨普的火热追求者 在一生生量载中沉沦 等他醒悟时 自己家所开工厂的运营资金已被他挥霍殆尽 只能无奈宣布破产 如今的他早已退出萨普行业 经营着一家农场 小日子过得也算不错 而回到家的阿黄 不再一味地追求名牌 开始自己设计起了服装 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标准 之后他还在村里面开启了穿搭脚座 他告诉众人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 但你的追求却不能建立在你妻儿饿肚子的情况之上 这种攀比也不是所谓的萨普精神 在阿黄的言传身教下 村民们的审美提高了不少 有的人因为阿黄的指点恍然醒悟 退出了萨普行业一新为家 而有的人因为阿黄的退出 开始在萨普界叱咤风云 七天可以不吃饭 但萨普却不能一天不出门 随着村里的潮流风向标阿黄的退出 老白逐渐成为了萨普界的领头羊 那春风得意的姿态 引得路边的小孩都为之向往 而老白之所以这么好好 离不开他那满配的军火库 种类丰富的名牌饰品 让他每天的穿搭都不再重复的 而曾经的老白也是有着正式工作的 可自从成为一名萨普后 逐渐在一生生量载中沉沦 之后他不再上班 花光所有的积蓄用来买名牌服饰 可就算这样他还是觉得不够 他开始利用往日的职位向银行贷款 数次贷款已让他负债三十余万 可他的家人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 想到老婆和孩子还在乡下过着苦日子 老白也不禁露出了愧疚的表情 他曾也想着要改变 可当他衣着华丽地出现在街道时 看着忙于生计四处奔波的众人 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在他心中滋生 他享受着这样的生活 享受着别人眼中羡慕的眼光 这一刻他仿佛驻足山巅 如天神一般俯视着众人 此情此景之下他开启了自己的表演 然后以一个华丽的转身 留给路人们一个帅气的背影 漫步离开了街道 疫情虽然可以困住人们的肉身 但却困不住黑子哥们想要攀比的决心 在家待了三天的老白 终究还是踏上了炸街的征途 可一个人的征途难免会遭人毒打 必须得叫上自己的同伙才能为所欲为 而这位在角落里乘凉的萨普成员 就是在等待同伴的召唤 见到老白的到来 他知道今天的优雅终究会在马路上绽放 紧接着老白便按响了胖哥家的门铃 曾经的胖哥拥有着自己的养猪场 可自从遇到老白这位贵人 他便深深地迷上了萨普 导致家中的生意一落千丈 因此胖哥的妻子很是不待见老白 但碍于老白那是人心魂的气质 他也只能妥协 而老白则表示 他对于母猪的产后护理有一定的理解 此次外出必定倾囊相受 保证你们家能东山再起 胖哥的妻子也是听信了老白的鬼话 于是三人便踏上了乍街的征途 刚脱离妻子的视线 胖哥便开始逐渐放飞自我 迷失在了马路中央 一旁的出租也只能停车对其问候 不得不说胖哥还是有点小心机的 蓝粉叠拼的遮阳伞 不仅让他从人群中脱颖而出 还能防止二次晒黑 接着他们便商量着 怎样在人群相对稀疏的街道 找到人群密集的场所 胖哥表示 村口的小麦不无疑是他们天然的秀场 那里吃瓜群众较多 消息也传播极快 很快三人的目标便达成了一致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踏上了征途 当到村口他们便受到了热情的拥动 萨普们也知道 这地方来对了 从胖哥娇羞的表情可以看出 此刻的他异常满足 接着他们便商量着 要以怎样的形式表演 才能将现场的氛围推至最高潮 老婆和孩子在家以喝粥度日 可胖哥却整日身穿名牌 在街边和萨普们商讨着该如何炫耀 就在他们准备落实方案之际 一位较有心机的萨普小伙早已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将折叠已放在了最佳的展示位置 他这一举动也率先吸引了路人们的目光 甚至连来往的车辆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之后他更是左脚搭右脚沐浴着近50度的温暖阳光 而一旁的胖哥健壮也不甘示弱 脚踩着猫不缓缓向小伙使来 之后以一个华丽的转身助力在小伙身边 小伙健壮也拿出了萨普界的最高礼仪 你不动我也不动 此时的二人仿佛就注立在了桃花园的中央 任他东西南北风也无法打断他们分出胜负的决心 可转眼间小伙变到了弥留之际 还好有一位同伙上前为他解除了封印 此时不仅是小伙松了一口气 周边的轿车更是捏了把冷汗 全都被胖哥强大的气场所折服 而取得胜利的胖哥则迎来了他的主场 只见他娴熟地踩着萨普们的专属步伐 两步一顿三步一晃 就好似马路上的精灵 每一步都踩中了轿车师傅那颗过安的心 而战败的小伙也有模有样地学起了胖哥那魔性的步伐 可终究是入行太晚 到行不深 只能依靠另类神器 才能让他在车裙中绽放光芒 而胖哥见小伙再次被封印 害怕他中暑后一蹶不振 便上前给了他微微一脚封印才解除 随着空气的逐渐升温 萨普们在面对太阳时也露出了一亩娇羞 只好驻足在屋檐下评出那颗躁动的心 在烈日下摆好姿势静静助力两小时 是每位萨普入门的必修客 而这把蓝粉叠拼的遮阳伞 则是胖哥最后的倔强 有的人还在繁华的菜市场 寻觅着你浓我浓的爱情故事 而有的人早已黄袍加身成为一方统帅 现如今更是到了一周一攀比的武林大会 各路群雄纷纷穿上战衣 迈着优雅的步伐前往战场 从吃瓜群众的表情可以看出 此次的大会必定是龙争虎斗 率先抵达战场的萨普们热情地和同伴们打着招呼 表面上你浓我浓 实则恨不得将战衣的价格印在脑门上与对方比试一番 接着便到了萨普们的展示世界 身穿白衣的小哥率先发难 以烫脚的步伐走到了舞台中央 从他浮夸的表演可以看出 脚下的战鞋必定是他的全部身价 而二号选手则显得比较稳重 从他优雅的磨纱布中可以看出 此人必定是萨普界的一名老将 至于三号选手就显得有点轻浮了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 之后便抿着小嘴站在了一旁 虽然看不懂他在表达什么 但这名嘴的杀伤力却显得格外的强大 而四号选手则效仿了名嘴哥 一上来就坐在了舞台中央 不过他的椅子却可以收缩为拐杖 不得不说这装备真的很绅士 就在五号选手叙事待发之际 村口的阿姨突然横插一脚 这小插曲也瞬间让现场的氛围提高了一个层次 可五号选手的表演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只顾着介绍身上的名牌服饰 完全没有展现出个人的才华 就连一旁的阿姨都向他投来了鄙视的眼光 而六号选手就穿着比较朴素了 不过从他那24K钛合金墨镜可以看出 雌子定飞池中之物 七号选手就显得比较激动了 不过从他谈吐间下意识飞舞手臂的动作可以看出 这块裤似皮带的手表必定价值不菲 最后压轴出场的则是胖哥 色彩丰富的穿搭以及那烫脚的步伐 再配上叠拼的遮量伞 无不展示着他就是穿搭界的国王 宁可七天不吃饭也得上街转一转 这位萨普大哥便在近50度的天气穿上了棉袄 而大哥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家徒四壁的他有许多孩子要赡养 因此他的战衣都是流转在萨普界的二手货 根本无法衬托出他的气质 使得外出的他只能吸引一群小孩的目光 完全得不到同行的认可 于是他开始自己设计起了服装 可由于天分不足设计的过于原始 也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在不久后大哥顿我 只要自己的战衣与众不同 便能在萨普界杀出一条血路 于是大哥上半身开始过冬 下半身则开始录下 凭借过硬的体质大哥活生生的挺了过来 路边的小伙也被大哥的毅力所折服 而大哥则在村口开启了展示 引得无数路人为之驻足 甚至连街边的少女也向他投来了倾慕的眼光 而大哥也比较随和 开始向新生蛋们传授自己的穿搭心的 而这位萨普小哥就显得比较高冷了 从他的眼神便可以看出三分绩效 七分薄梁 虽然发型像是被雷劈过 但对于一位萨普来说 这无疑是难得的筹码 为了配得上这个发型 他还特意把战衣弄成了中分的模样 再配上可折叠的小拐杖 直接就让他化身成了马路杀手 他每天的工资只有六块钱 却身着几十万的名牌服饰 成为了沙土弥漫的平民窟中少有的暖色 可他们依旧不忘初心 向着目的地攀比前行 而这就是来自平民窟中的萨普 饭可以戒掉 但气质绝对不能输 而今天的主角则是一位城市的美容师 有着正经职业的他 家中的战衣也较为充足 而他更是凭借一手皮鞋点火 在萨普界中名声大震 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 每次出门前他都会用尽毕生的力气 让自己的穿搭更加清新有心 这也使得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都是人群中的一抹亮色 而另一位主角则是城市的维修师 虽住在土屋但家中的战衣可不少 名牌服饰更是用口袋装 强大的底蕴使他每次出门穿搭都不带重复的 出门后的他气场直接拉满 即便是戴着墨镜也无法阻挡他那逼人的锐气 可就在他默默地展示时 却碰到了城市的美容师 周围的弄潮儿们见状也不甘示弱 纷纷跟上了队伍 一颗攀比的心也在此刻被激活 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只见他们瞬间抵达战场摆好姿势 接着便到了他们散发各自魅力的时刻 虽然每位弄潮儿的步伐都比较烫脚 但在这样的温度下也无伤大压 合租一辆车摆拍两小时是城镇萨普较为优越的象征 毕竟有的弄潮儿还在为下一顿饭发起重筹 而他们却已经坐上了通往罗马的车头 他们格调统一 每一个人的动作都让这个团队显得不再多余 乍一看他们仿佛就是即将出道的天团 而他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 也要归功于这两年伴来的不懈努力 每当天微量时 他们便身着战衣优雅地迈出小区 每个人对于当天的训练内容都是严正以待 每一个姿势他们都会反复琢磨 以求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对比下来郊区的弄潮儿就显得比较狂野 每一步都给战邪和马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可战邪终究是有黑子哥的安慰 只是苦了被战邪踩在脚下的他 虽然在平时他们相互攀比谁都看不怪谁 但只要到了马路的中央 他们便会出奇地团结 分工明确地抢占地盘 但偶尔也会出现别有用心之人 以不一样的形式抢占更多的镜头 性得有同伴的教唆才让此人重回正道共寓外地 而这位一身红的萨普小哥则自成一团 以一己之力独占了整片世外桃源 此时的他就犹如那正午的太阳充满了活力 每一步都让地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可一个人的舞台难道就不怕遭人毒打吗 小哥对此也是展开了回应 说他就是带刺的玫瑰 根本不需要绿叶的衬托 天气虽略微浮躁 但也无法阻挡萨普们那颗向阳的心 不过从那黑里透红的脸蛋可以看出 他们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的逞强 而在客的三轮也看出了他们的窘迫 说到村里的超市有空调 此刻的弄巢儿们天灵盖仿佛被人掀开 迈着魔性的步伐向战场驶去 面对人流量密集且有空调的宝地 平平淡淡的进去岂不是埋没了自己的才华 于是他们有序的排队进场 每一位弄巢儿脚下都像沾了口香糖一般拖泥带水 而作为压轴出场的胖哥虽然很有排面 但这近三小时的等待 却让胖哥差点就绝了过去 接着弄巢儿们便开启了探索之旅 刚进电梯时他们还稍显克制 可当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 一位较有心机的弄巢儿直接表演了一波魔性登腿 身后的三位同伴差点就成了他的垫脚石 对比下来还是名嘴哥较为单纯可爱 随着成员们的陆续登场 他们的大部队也集结完毕 接着弄巢儿们便发现了此处的弊端 超市虽然凉爽却远不如马路的宽广 完全阻碍了他们散发优雅的幅度 可即便如此 他们一出来的优雅还是引来了不少轻暮的眼光 但这却远不能满足他们那颗躁动的心 弄巢儿们便单方面决定把超市当作他们调整状态的驿展 等待满血复活后重新杀回马路 于是便又出现了刚进入商场的场景 而这一次则是苦了率先出场的孟超儿 他身着世界上最顶级的名牌服饰 可居住的家中却没有通电 虽家图四壁 但这满屋的名牌服饰却把这小作坊衬托得不再普通 每当他踏出家门的那一刻 他便是优雅与时尚的化身 每一次的外出展示都会使得他们的汗水气滑 为每位粉丝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即便有时去黑的脸庞会被晒得通红 在车流量较为密集的地区 他们便会如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 让来往的老师傅们重拾初恋的感觉 而今天的主角则是较为腼腆的名嘴哥 因为天气燥热行人较少 弄潮儿们都选择了坐下休息 只有名嘴哥不忘初心 反复地练习着萨普们的专属步伐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练着练着竟把自己给封印住 可此时大部分的同伴都在休息 而正在练习的小伙子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 甚至有的弄潮了还发出了挑衅 从他的身边缓缓走过 就是不为他解除封印 而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 名嘴哥也不再名嘴 仿佛已到了迷流之际 好在有同伴不愿让此次聚会出现茶子 特意上前为名嘴哥解除了封印 名嘴哥也是长舒了一口气 拍了拍脚下的战血表示问题不大 而名嘴哥的事故也告诉我们 即便深陷淋雨 也要坚信生命有光 当刚果的萨普踏上日本的街头 会产生怎样的文化碰撞 今天老趴受到了小日子的邀约 来到了他们家中做客 当地的艺术家还特意为他们建造了一处艺术展馆 以方便当地的家人们参观学习 老趴对此也是较为感动 认为自己来对了地方 当即就开启了文化输出 可按照老趴的秉性 来都来了 不上街做真正的自己那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便在小日子的十字路口开启的展示 想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萨普文化 可让老趴没想到的是 用尽全部力气的表演 却没能留下一位观众 虽不尽如人意 但老趴也没有因此放弃 他来到了人群密集的斑马县 想以此挽回他那仅存的尊严 可其结果无疑是让他再次受挫 这也让老趴意识到了城市虽然很大 但好像容不下他那有趣的灵魂 而这接连的受挫 也让老趴的心理打起了退堂鼓 他开始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大街上 第一次出国的他 也是第一次对繁华的街道无可奈何 尽管他还在一次次的尝试 但始终无法吸引路人们的眼光 此刻的老趴想回家了 家里的泥巴路虽然沾脚 但始终会有老伙计为他停下脚步 并为他的表演欢呼 自从萨普老趴在小日子 过得不错的地方演出受挫后 他便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无精打采 没事就在沙地里滑圈圈 甚至连萨普间的聚会他也不参加了 面对媒体的采访 老趴也倒出了心中的委屈 说那边城市虽较为繁华 可在街道表演时 仿佛就真成了一个人的舞台 根本就无人问津 而此事也很快传到了同行的耳中 同行则表示这一切的委屈 都是来自于人数的不足 于是他们开始集结人马 并行家练习萨普们的专属步伐 准备挑选几位拔剑的弄巢儿 随老趴再次出征 势必要为老趴讨回颜面 而他们这一切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再次来到过的不错的地方演出时 硬是凭借四人之力 掀起了一股新颖的时尚浪潮 为此他们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而随着弄巢儿们的声势越来越浩大 小日子还特意为弄巢儿们举办了一场替台走秀 开场就是一位女团成员 迈着模特走秀的步伐来到舞台中央 摇演了一波弄巢儿们的专属步伐 接着便到了萨普天团 虽然有点看不懂 但还是大为震撼 而挽回颜面的老帕回国后也挥处了往日的神采 迈着自信的步伐加入了炸鸡的队伍 有的人为了能身穿名牌狠心地饿死了自家的老鼠 而有的人则开始用鱼飘和鱼线引领潮流 在黑子哥们精湛的手艺下 一件件时尚单品逐渐露出了雏形 而这两件酷似缩衣的外套便是他们的得意之作 宗宇白的叠拼设计不仅时尚还轻薄透气 再配上酷似虎皮的暖色短裤 无不暗示着他就是穿搭界的王者 可不管小哥搭配的如何突出 没有品牌的映衬他始终处于萨普界的外围 参加不了正统萨普间的聚会 就比如眼前的这位萨普老哥 搭配的虽然不太亮眼 但硬是凭借其昂贵的战衣高调地做到了红毯中央 颇有一烟杆破碎红毯之势 完全没有把其他量仔放在眼里 只有当他遇到要求合影的谜底时 才会收起那桀骜的眼神低调地配合着 而其他的弄潮儿也都是拿出了平常炸街时舍不得穿的装备 每一件配饰都流露着奢靡的气息 毕竟高端的聚会往往只需要用最简单的形式展现 面对较为专业的镜头 弄潮儿们不再向街头展示时那么狂野 他们低调地介绍着战衣的价值 述说着他那较为成熟的穿搭经验 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有可能扬名海外的机会 平民窟中的萨普终究还是在日本出道 他们一起在歌在舞享受着这巅峰时刻 甚至为了方便弄潮儿们展示自身的才华 小日子们还特意包下了一座超市 而弄潮儿们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待 刚一出场就带动了全场的氛围 将四岛飞岛的步伐发挥到了如喝了假酒一般 最后一位选手更是颠覆了他们对于时尚的认知 那突出的衣领将他的发型衬托得不再油腻 短裤搭配着长筒网袜又让他多出了一份不属于自己的魅力 接着便到了弄潮儿们的工作时刻 摆拍艺术写真 这对于弄潮儿们来说无疑是份美差 既能让自己的战衣得到完美的展示 还能拥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改善生活 为此每位弄潮儿都表演得非常卖力 那诡异的表情管理更是让一旁的制作人拍手撑起 工作完后小日子还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美食 手把手地教着他们如何在餐桌上散发自己的优雅 紧接着弄潮儿们又踏上了行程 毕竟作为潮流的风向标 代言肯定是少不了的 镜头下的他们肆无忌惮地散发着自己的优雅 无从下手 到了晚上小日子还为弄潮儿们准备了盛大的粉丝见面会 在粉丝们热情的欢呼下他们出场了 舞台上的他们配合默契 每一步都显得与众不同 完全看不出他们是刚出道的天团 紧接着他们便拿出了压箱底的绝技 木头人 粉丝见面会也在此刻落下了帷幕 闭幕式上他们一起在歌在舞 此刻的弄潮儿们也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 作为一名萨普三天可以饿酒顿 但却不能一天不出门 自从老帕带领的团伙赋日捞金后 老白变成了村里的领头羊 为此他新收了不少小弟 没走两步便有人为他送上装备 可老白的野心却不止于此 他想要本就不富裕的梦潮儿们雪上加霜 于是老白大手一挥办起了培训班 在老白以老帕出国的案例演讲下 梦潮儿们纷纷踏上魔性的步伐 开始为自己的生活添油加醋 老白看到有如此多的学员都信任着他 他心里也是较为感动 也相信着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接着老白便开始言传声叫 老白表示 作为村里的潮流风向标 当你踏上街头的那一刻 绝不能因为肚子的顽皮而露出丑态 也不能因为天气的烦躁而丢下你的战衣 面对镜头更是要绷紧身上的每一处神经 说着老白便打开了投影 述说着那些较为成功的案例 讲到情深之处也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 弄潮儿们的附和则表示着被老白的认可 随着老白演讲的结束 弄潮儿们也将重要的知识点融入到了行动之中 而这位小哥却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坐在了培训师门前 就当你以为他的时尚会止步于此时 小哥会瞬间将自己的座架变成手提式公文包 这触不及防的操作 有时总会让人心头一颤 而老白看着弄潮儿们远去的身影 也开始憧憬起了未来的生活 两天45度喝溪北风的姿势 是每位萨普的必备技能 而联合同伙一起上路 则是萨普们对于自身安全的负责 毕竟连续好几天的喝溪北风 是会影响到身体的抗击打能力的 但如果采用人海战术 不仅能提高一方士气 还能让无数车辆望而却步 而今天的主角则是在小路里默默努力的萨普新人 虽入行不久 但从他那无意间卖弄名牌服饰的举动可以看出 他已经掌握了萨普中的精髓 小哥也是毫不谦虚 表示下一次的新人大会他必定能展露头角 接着他又开始述说着自己独特的穿搭经验 并挑选了一位路人做起了实验 而另一位弄巢儿则在街头肆意飞洒着汗水 使得其脚下的战鞋急速向着补丁靠近 但小哥却毫不在意 因为这一切的努力和战损 都会让他离心人大会的冠军更进一步 可在这位年过七旬的大爷眼中却满是不屑 大爷表示虽如今萨界人才辈出 但却不及他年轻十分好 说完他便穿戴整齐想要证明自己在萨界的地位 刚一出门便碰到了一位开出租的谜地 面对大爷的付出他也是给予了肯定 作为萨界元老级别的人物 他深知什么叫做人情世故 而这也或许是他敢口出狂言的原因吧 他在大夏天里系着围巾穿着雕 充满自信的漫步在大街上 时而还欢呼雀跃 就犹如那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完全不知道中暑为何物 而这就是较为狂野的萨普一派 没经过专业培训的他们 不懂得如何用优雅来吸引路人们的眼光 只能另替西景 以独特的穿搭与行为艺术 来获得粉丝们的拥躬 不过以身后的粉丝量级来说 他们还是较为成功的 可与另一团伙相比 他们又显得较为斯文了 只见黑子哥对着马路就是一顿输出 之后又将马路当成了他家的后花园 来往的车辆根本不敢对其大声喧哗 面对镜头他们更是显得格外的桀骜 完全没有把穿西装打领带的那一派放在眼里 毕竟他们是无法做到穿一身名牌后 手里还能拥有着一只隐藏能源的 接着他们便开始招摇过市 想以此吸引更多的路人加入他们炸街的队伍 秉承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 黑子哥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这也使得他们的士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开始越发的放飞自我 逐渐迷失在了马路中央 而他们此行也没有目的地 只要走到哪里累了 就在哪里开席 老婆和孩子可以饿着肚子 但萨普却不能丢了脸上的面子 毕竟作为一名优雅与格调的营造者 没有名牌加身怎能凸显自身的气质 这位胖哥便在烈日下全副武装 肆意挥洒着汗水 迫使周边的空气都弥漫着一股呛鼻的时尚味 或许是他觉察到了路人们的异常 胖哥便自主设计出了一套轻薄透气的装备 这也使得他在萨界的时尚圈里名声大噪 为此还获得了别具一格的时尚奖杯 吸引了不少萨界新人上门求学 胖哥对此也毫不客气 全都收入了门下 虽然有时候会累得他怀疑人生 但只要看到女学员那努力练习的模样 他便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为此他立下誓言 在教导学员的同时 他也会不忘初心 努力地钻研潮流 争取用他独有的风格席卷萨普界 而这位一系红衣的萨普小哥 便是胖哥的得意门生 他和胖哥一样清新于红色 不过从小哥那较为高调的配饰来看 他应该有着较为过硬的家庭背景 接着小哥便想证明自己 他不仅是穿搭过硬 萨普们的专属步伐他也早已掌握 看来只能给他九分 多一分他都会骄傲 疫情虽然可以带走萨普们的肉身 但却无法带走他们那颗拉满油门的心 尽管口罩遮住了半边脸 但从那射人心魂的气质来看 此人无疑就是老白 而以老白的秉性 外出乍接不拉上几位扛揍的同伴 那是不可能的 丧彪 丧彪是位刚入行的新人 但他却以耐揍的体格闻名于萨姐 为此老白对他很是欣赏 每次遇到较为暴躁的司机时 老白都会体贴地让丧彪充当门面 而最让老白羡慕的是 年纪不大的丧彪却孕育了四个孩子 男孩继承了他那耐揍的体格 女孩则继承了他那爱打扮的天赋 在与孩子们简单地打过招呼后 老白便带着丧彪和另一位弄朝而踏上了不归路 在三人无与伦比的穿搭下 可没走两步丧彪就凭借其娇艳的穿搭 获得了街边女孩的青睐 女孩拿出手机想获得丧彪的联系方式 但丧彪却异常高冷完全无视了女孩 可女孩却没有放弃一路跟拍着三人 丧彪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瞬间踏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劝推着女孩 接着三人便来到了一处空地 毕竟像外出炸街这等大事 不是先做好排练是对不起观众的 而这以蜗牛般前行的猫步 便是黑子哥新研发的步伐 每一步都暗藏玄机 每个三五年是无法大成的 而丧彪则继承了萨普们的专业技能 主动封印 此技能他以炼制化镜 若没人干预他能一直站到肚子投降 随着三人的准备完毕 他们逐渐开始朝着目的地驶去 虽路程较近 但以三人的速度来看至少也得想半天 当有人质疑黑子哥们穿高仿时 他们便会群起而攻之 毕竟作为一名专业的萨普 身上的每件装备都代表着他们的资产和信仰 容不得有任何人猜疑 哪怕你是他们的御用摄影师也不行 就在双方闹得一发不可收拾之际 一位较为懂事的弄潮儿上前进行了柔性劝导 表示双方不要伤了和气 并伸手拦住了那些蠢蠢欲动的靓仔 可另一位靓仔却趁机再次上前争论 摄影师见情况不妙只能迅速远离战场 也就在这时 欢呼声突然响起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 原来是萨界的太子爷登场了 这较为前沿的穿搭 使得黑子哥慷慨解囊以示奖励 黑子哥也对此表示 那个孩子将是振兴萨界的希望 这小小的投资是物超所值的 而另一边 大城市萨普的展示则显得不怎么热闹 可他们却对此毫不在意 因为他们知道网上的观众更多 可以更广泛地散发他们的魅力 所以他们秩序井然 每一位弄潮儿的离去都伴随着下一位靓仔的登场 可这一位靓仔就叫有心机了 和观众们玩起了捉迷藏 不过他的穿搭却让人眼前一亮 可他接下来的操作却让人看不懂了 只见他脱下貂皮大衣就摆在了地上 然后就踩了上去 虽然他什么都没说 但他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们 他的鞋真的很贵 宁可七天不吃饭也得上街装装算 即便汗水尽湿了战衣 但黑子哥们依旧是元气满满 虽然萨普的属性和街溜子较为相同 但招人打和打别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所以黑子哥们的出场 往往都有不少同伴的加持 在闲暇之余 他们会看看杂志 探讨哪位模特的穿搭和仪态更值得学习 探讨完后弄潮儿们会立即实践 他们会依次出场 毕竟每个人的理解都存在差异 只有用行为艺术的展现 才能使笼统的知识点得到统一 而这一位弄潮儿的悟性也是极高 在短时间内他遍及百家之所长 并结合自身的穿搭 解锁了让人头晕怒眩的时尚 接着变到了弄潮儿们上街的首秀 虽然此时的街道观众欣赏 但弄潮儿们依旧是火力全开 毕竟得到同伴的认可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而这一位弄潮儿则在村里的小鹿默默努力 资历尚浅的他无法参加萨界的正统聚会 但年轻的小黑却深知孩子们是最热情的观众 每次练习萨普的专属动作时 他都会叫上孩子们一起 为此他也在村里收获了一批忠实的粉丝 虽然和孩子们一起的时光非常快乐 但小黑始终没有忘记成为一名正统萨普的目标 每当天微亮时 村里的这条小鹿变成了他练习走秀的梯台 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 萨界中有他一席之地 即便每天都露宿街头 他也要买一身名牌在街边显卖 每当外出时他们总是成群结队 在街边肆意飞洒着让人忌惮的魅力 时不时地摆出仰天45度的经典姿势来全方位地展示自己 虽然每天都有许多的花儿绽放 但他们总会用其独特的风格让你眼前一亮 而这就是来自刚果的萨普 即全部家当于一身 家图四壁的买名牌已建为单位 而底蕴丰厚的则已代为单位 较为成熟的弄巢儿早已成为了封面模特 各种时尚大篇信手年来 不那么成熟的弄巢儿则在村口搅动风云称王称霸 而今天的老白依旧是自信满满 不过气场的延续往往需要同伴的加持 其他的成员也早已在村口等候 见到老白的到来 弄巢儿们纷纷起身以最高的礼仪和老白打着招呼 气质方面属实被他们拿捏得到位 之后老白便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富贵是一位较为资深的萨普成员 年纪较大的他养育着五个孩子 所以老白深知富贵的压力 每次外出乍结他都会叫上富贵 在经过简单的寒暄后 乍结小分队便组织完毕了 随着老白深情的开场白结束 弄巢儿们也不再压抑那颗激动的心 纷纷在沙地上跳起了较为魔性的舞蹈 每一位弄巢儿都有着不一样的特色 但当他们开启合作时却显得浑然一体 每一步都被战斜带来了同等的压力 随着气氛的逐渐高涨 弄巢儿们开始向着马路的边缘缓缓驶去 来往的老司机也被迫当起了观众 经过老白等人允许后才得以通行 随着两个半小时的持续展示 弄巢儿们也相继体力不支 于是他们开始踩着较为虚弱的步伐踏上了归头 优雅永不过时 浪漫至死不渝 在经历两个半小时的街头斗舞后 弄巢儿们躯黑的脸庞上逐渐多了一抹红色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弄巢儿们终究是踏上了归土 他们来到了属于萨普门聚会的专用场所 而身后的小迷地虽然年龄不大 但从他那娴熟的步伐来看 将来必定是头角蒸笼之辈 而此时的院内也已布置完毕 塑料的椅子看着虽然不怎么高大上 但配合着白杨树无疑是成了杰鼠利器 可就在他们畅想未来之际 另一帮较为年轻的弄巢儿 早已在烈日下开启了T台走秀 他们对于时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每一位都在T台上绽放着不一样的烟火 较为正常的单人走秀结束后 便到了萨普成员的秀场 他们两人一组 谁都不服谁 是要在狭隘的T台上分出胜负 身穿白裤的小哥率先发难 疯狂地摇拽身上的名贵西服 在一个华丽的转身收尾 顿时就占据了上风 而一旁的胖哥也不甘示弱 直接就拿出了制胜法宝遮阳伞 蓝粉叠拼之色 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晒黑 还能抢占更多镜头 紧接着便是第二组选手 这两位选手的表演 就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了 不过在烈日下还能穿着这么得体 也是能获得一张好人卡的 而此次的走秀 也在二人留下的背影中落下了帷幕 八台大教室身处在时尚巅峰的黑子哥 才能拥有的出场方式 大面积的镂空设计 不仅增加了高级与时尚的感觉 还能供观众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观赏 一度的大型聚会 他们默契地穿上了全部家当 是要以此契机博得一个出名的机会 聚会上弄朝儿们之间的较量 简直就是神仙打架 每一位都摆出了自己的成名姿势 每当镜头向弄朝儿们靠近时 他们便会无缝衔接 表演一波较为烫角的步伐 而较为狂野的弄朝儿 则以一人之力杀到了街道中央 萨戒的专属步伐 也在他的展示下显得格外的烫角 而另一位弄朝儿看似从容 但从他那别角的站姿 以及面部的微表情来看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随着弄朝儿们的单人展示结束 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漫步在街头 脚下那一万八的战斜 也在无时无刻地发挥着他的作用 随风摆动的西服 则表示着天气的燥热 而这条天价的鳄鱼皮带 也放弃了他的尊严 开始在地面摩擦 各种时尚单品 在弄朝儿们炉火纯青的行为艺术下 表现出了他们所存在的价值 萨普贤得住 母猪都能学会上手 即使台下没有任何观众 弄朝儿们也会秉承初心 让汗水尽湿战衣 虽然一个人的舞台很容易让人着迷 但夫妻的搭档 却让他们的气质显得更加出众 有的萌新还在孩子们面前耀武扬威 而大老们早已踏上了争场 来到了属于资深弄朝儿们的夏季盛会 伴随着主持人开场演讲的结束 弄朝儿们开启了热场小秀 一号选手直接气场全开 他那时不时提拉裤脚的动作 无不暗示着让观众朋友们 要聚光于他脚下的战血 二号选手则以一手汗脚的磨砂布出场 每一步都如浩瀚的深渊让人不敢之事 而三号选手的步伐则较为轻盈了 就宛如马路上的精灵 每一步都倾扣观众们的心扉 四号选手则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了 只是轻微地跺了下脚 表示自己曾经来过 不过此次参赛的选手也有风投正胜的老将 老帕便是其中的一位 自从有了出国留学的履历后 让本就自信的老帕便得格外膨胀 为此他构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穿搭 几百家之所长 让他在盛会上显得格外的飘饮 随着各个梯队的成员陆续抵达战场 弄朝儿们的夏季盛会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首先由萨戒的太子爷引领着众人出场 虽然慈子年纪不大 但从他那魔性的步伐来看 将来必定是一方枭雄 紧接着便是弄朝儿们的高光时刻 每位弄朝儿的心中都有一个冠军梦 为了此次的盛会 他们准备了许多花里胡哨的穿搭 想以绚丽的色彩吸引观众们的目光 接着便让我们欣赏下 这两下太合金狗眼的比赛吧 一号选手一出场便开始笼络人心 以一套橙色的西服搭配着如杂草般的流苏线条 吸引着观众们的眼光 而这位弄朝儿也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 破烂与时尚的搭配也并不冲突 二号选手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将 苏格兰战裙在他的衬托下也显得格外出彩 再配上那一部三顿的步伐 无不告诉着人们即便年纪再大 也无法阻止他在舞台上发光发亮 三号选手则上演了一波牛仔狠猫 手拿皮革战衣 无意间拍打皮鞋的动作 无一不是撒戒的精髓 最后又以一个飞吻结尾 这个小心机也让小伙的优雅得到了质的提升 接着便到了弄朝儿们群体出动的环节 每一位弄朝儿都迈出了六经不认的步伐 每一位都在盛会上发光发亮 不过相比于之前单独出场的弄朝儿们来看 这几位的气质方面还是要烧训一筹 但身处在如神仙打架的盛会 烧训一筹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贫民窟里的高质量男性 一天不上街释放自己的魅力 那简直就是对高价战衣的亵渎 而胖哥更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了 我们什么叫优雅永不过时 浪漫死都不怕 凭借着胆大心细的个人魅力 让胖哥的影响力直逼村里的小领导老白 弄朝儿们心中的地位 老白自掏腰包带领着弄朝儿们 在村里的小学做起了慈善 在临近校门的那一刻 胖哥直接将作为一名弄朝儿的职业素养 发挥到了极致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一个完美的仪态进场 可此时的老白早已在屋内 给孩子们发起了棒棒糖 如此对比之下 胖哥在人情世故这一块明显落了一个档次 而老白的高情商 则让自己的地位在弄朝儿们心中提升了一个档次 此时的胖哥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错误 收起了心中的反骨 接着变到了弄朝儿们正式的表演时间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享受这一场视觉盛宴 弄朝儿们特意放慢了自己浮夸的表演 而身后的孩子也被这一幕刷新了世界观 一颗时尚的种子也在他们心中长出了萌芽 见到孩子们求学心切的模样 胖哥也是毫不吝啬 直接上前将萨戒拍打皮鞋的经典动作倾囊相受 胖哥表示 拍打皮鞋前一定要先跺脚暗示皮鞋上有灰尘 这样的拍打才不会显得刻意 而身后的孩子更是天资聪慧一点就通 随着更多的孩子逐渐加入 弄朝儿们的传承也在此刻得到了延续 老白健壮也是难掩心中的喜悦为孩子们鼓起了掌 而接下来便到了弄朝儿们街头展示的时间 围巾搭配着遮阳伞 无疑是让弄朝儿们在大夏天里增添了些许特色 在这个只有一位观众的小巷子里 弄朝儿们肆意挥洒着那无处安放的魅力 优雅绿洞的小碎部加上随时都能擦汗的白色围巾 让出现在他们身上的每件配饰都显得不再多余 热身运动完成后他们便走出了小巷 开始朝着今天的目的地势去 为了能更早地赶到市中心 弄朝儿们吃巨资包下了一辆出租 当一下车胖哥就不再压抑那颗躁动的心 迈出魔性的小碎骨 带领着自己的小团队集体过马路 接着便到了弄朝儿们的表演时间 率先出场的是拐杖哥 看着他那得意的小步伐就知道他那拐杖不简单 此拐杖在欲外敌之时 便可以触发内部机关让他成为三截棍 如若不敌被打瘸了腿也不必慌张 让三截棍化身拐杖逃跑即可 拥有着如此神气也让拐杖哥的自信心格外爆棚 看着拐杖哥那雀跃的模样 像急了厕所里打灯笼这句先后语 接着出场的便是胖哥了 一如既往的爱打伞 将预防二次晒黑的保养做到了极致 而胖哥的小迷弟也继承了他那爱打伞的小毛病 不过从这位小迷弟那一步一跺脚的步伐来看 他还是有着自己的特色的 招廷来往的出租 将真亮的皮鞋擦到反光 是每位撒界成员缩短余生的必备技能 而这右腿放哨左腿站岗的魔性步伐 则是背带哥练习两年半的所学所物 伴随着太阳的升起 弄潮儿们又开启了新的篇章 他们打包了家中所有的战衣 是要在此次的攀比大会上取得一个完美的成绩 底蕴丰厚的弄潮儿们打车前往 家徒四壁的则结伴步行 随着各区天团的陆续抵达战场 一场神仙打架的攀比盛会 也在此刻开启了前奏 伴随着主持人开场白的结束 一位身着短袖的追梦人踏上了舞台 他信心满满地告诉观众 他要用自己天类般的歌声征服这个世界 虽然不知道观众们的心情怎样 但身在后台的弄潮儿们已穿上了自己的战衣 天团之间的争斗也在此时正式打响 浅绿色的套装上印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头 在无形之间便能在观众们的心中塑造出他很能打的形象 虽然他的表演不怎么出彩 但他那桀骜的气质却在无时无刻地吸引着观众们的目光 而这一位弄潮儿就显得较有礼貌了 刚一出场他就摘下帽子向评委行李 不过这位弄潮儿好像除了行李 便没有其他的行为艺术可言了 而接下来这位弄潮儿的表演 更是差点惊掉了观众们的下巴 刚开始还一本正经地在表演 可在沙地上走了两步之后 他竟拿出了一把刷子 开始擦拭着那本就反光的皮鞋 这波较为刻意的操作 属实让现场的观众有点不开心 而萨介的老将胖哥也是趁此机会放出了狠话 说前面替队的几人都是愣头青 真正的潮流风向标还是得看看 接着便轮到萨介的老将表演了 有的孩子18岁还在看喜羊羊 但有的孩子才几岁就有了成为村里最靓仔的志向 伴随着萨介新人的展示结束 老将们也纷纷踏出了舞台 首先出场的便是胖哥 听着观众们的欢呼声 胖哥的嘴角也是极力掩饰着上扬 在胖哥表演期间 他的谜地也异常的懂事 在前方记录着他的高光时刻 这一细节也让他的属性得到了加成 使得他那一部三顿的磨纱布 变得更加的清新有形 就在观众们都以为胖哥的表演就此结束时 他转身就进了更衣室 换了一套崭新的装备又踏上了舞台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撒戒的老将 胖哥那极致的穿搭 以及那满配的军火裤 再加上那如魔鬼般的步伐 接着出场的便是鸣嘴哥了 自信露齿的笑容 搭配着别人不要的废弃鱼干 一出场就给观众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 再配上那似岛飞岛的魔性步伐 使得现场的评委默契地给出了高分 而鸣嘴哥也效仿了胖哥的机制 转身就换了一套战衣重新踏上了舞台 不过这一份机制也只属于 拥有着满配军火裤的老将 最后鸣嘴哥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招牌动作鸣嘴 结束了这场攀比盛会 肩扛音箱在歌在舞 是家底丰厚的成熟萨普才能拥有的高光时刻 成熟萨普的战衣虽然显得花里胡哨 但在他们的强势衬托下 一切都显得不那么违规 再配上那邪魅的歪嘴一笑 更是不由得让人心头巍巍一梗 而不怎么成熟的梦潮儿则选择了冬夏混搭 在炎热的夏季身着佳容版长衣 不仅能吸引路人们的目光 还能很好地抵御紫外贤 促使二次晒黑的保养做到极致 一旁的黑子哥也是对他身体的耐热性 以及那不怕中暑的决心给予了肯定 而另一位黑子哥则在一旁开启了炫无人声 单脚悬空配合着身体的律动 使得他在三人表演中显得格外的突出 倘若能做到双脚同时悬空 那此次的表演将能晋升至传奇玄幻惊悚类节目 而另一边弄潮儿的表演就显得较有味道 右手提拉着战衣和战鞋 使得在场围观的路人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又多了一丝难忘的惬意 而另一位弄潮儿就好似一匹独行的孤狼 丝毫不在意来往老司机一样的眼光 沉寂在让自己佩服的步伐之中 接着他又换了一个表演地点 但始终是他孤身一人 看来这位小伙是下了决心要做萨界第一勇啊 即便周围没有任何观众 萨普们也会将自己保持在最完美的状态 不过那太过于完美的状态 往往都会让人雌雄难辨 眼前的这位弄潮儿便凭一己之力 拉高了视频的超度 让不少患有风湿的小伙完全不敢置识 而今天则是一位萨界大佬的生日宴会 不少弄潮儿都受到了电话邀约 看来此次的生日宴会上又将上演一场神仙打架 为了在宴会上取得头彩 这位潮男顶着五毛特效的枪铃弹雨 开上了八手凹凸 而另一位弄潮儿则是直接来到了二手车租赁市场 并对此表示 车不一定要贵 但一定要潮 可眼前的这位弄潮儿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战车是不可能直接开入客厅的 只有在入场和散场时才能提升些许气质 倘若换成战衣的话 那你拥有的将是整个宴会 说完他便拍了拍他那扑克牌的牛仔裤 暗示着他那反扑归真的效果 而随着萨界潮男的逐渐登场 一位身穿背带裤的小哥率先开启了表演 白色的衬衫搭配着那一万八的大墨镜 再配合着那练习两年半的成熟步伐 直接就让他在舞台中央杀红了眼 这也导致其他的弄潮儿在此刻都显得平平无奇 虽然在宴会上被人用气质压了一筹 但有些弄潮儿却凭借其独有的特色获得了新的友谊 不像有些人来试一个人 去也是一个人 三十年来第一次擦皮鞋的他 便成功领悟到了萨界的灵魂所在 不过在元老级别的萨普眼中 他也只是个有奇迹无奇表的愣头青 毕竟身处在潮流横行的萨界 空有耍帅的舞步没有成套的战衣 那就犹如没有剑的剑客只能被动挨打 眼前这位戴墨镜的萨普老哥便拥有着数套昂贵的战衣 拥有着满配的军火库也是让他格外的膨胀 说没有成套战衣的展示就像是一盘散沙 根本不用评价 走两步观众们就散了 说完他便开始炫耀自己的战衣 而在另一边一位弄潮儿早已在街头开启了展示 魔性的步伐搭配着那成套的战衣 再加上他那自信的模样 此人必定是萨界的一名老将 但随着萨界潮男们的齐举 一场属于萨普们的舞台展示便开始了 只见两位弄潮儿在舞台上走来走去 一个打散一个提包 看似毫不相干实则配合默契 可随着另一位弄潮儿的加入 这一份和平逐渐被打破 三人纷纷开启了才艺表演 提包的小伙率先发难 从包里拿出了各式各样的皮鞋摆在了舞台中央 使得另外两位小伙只能尴尬地摸了摸那空无一物的口袋 本以为是一波才艺展示 却不成想有人不讲舞格 由于今天的风儿过于热情 让黑子哥的脸庞都留下了一丝胶着 不过这点小插曲 对于是要成为村里的潮流风向标的萨普们来说 那都是毛毛雨 眼前的这四位弄潮儿 便在街头肆意挥洒着那无处安放的魅力 虽然这四位的穿搭都可圈可点 但他们对于萨普们的专属步伐的理解还是有所欠缺 为此萨界的老将胖哥 决定给这几位萌新上上一课 作为曾经村里的潮流风向标之一 胖哥还是一如既往的稳重 就连两块五脉的遮阳伞 在他手中都成了蛊惑人心的戾气 更不用说他那逆乱街道的魔性步伐 让所见之人都情不自禁地跟着摇摆 甚至连平时谁都不服的萨普元老们都出言称赞 名嘴哥更是摆出了招牌动作名嘴为其应援 而随着现场的气氛越发高涨 越来越多的萨普纷纷赶来 不过在这其中也不乏有些许的小谜弟前来诸为拱火 而赶来的萨普们则开始散发自己的魅力 毕竟不是谁都能拒绝一个鸡腿的奖励 能把此奖励不放在眼里的 也只有家底较为丰厚的老将 不过那群在意的萌新又岂能与萨界老将争锋 看这几位老将得意的模样 应该是拿下了奖励 宁可一天少炫三顿饭也要上街转一转 不过今天的这位弄潮儿则较为特殊 相比于繁华的街道 他更喜欢在较为宽敞的郊区展示自己的才华 虽然在这里没有过多的观众为他停留 但他还是坚信反扑归真才是真正的潮流 而这个不怎么起眼的拐杖更是他上街展示的力气 别的弄潮儿所携带的拐杖收缩后都是三节 可他却要多上一节 正所谓一节更比六节强 如此看来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而他的收藏也与其他的弄潮儿有所不同 别人都是收藏成套战衣 而他却对领带情有无忠 每当他介绍完一条领带后 他都会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开始转圈圈 如此多的领带都使得他的介绍变成了体力活 在经过数次转圈后 他也是摆出了仰天45度的经典姿势 看似耍酷实则喝西北风补充体力 在得到缓冲后 他又迈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而这一位年轻小伙也与其他弄潮儿所走的风格不同 曾经的他也是西装皮鞋和领带 一心的想要成为村里的潮流风向标 可他在实现梦想的途中 却没有经受住太阳的吸引 虽然此种风格不能在萨界夺冠 但却能在村里吸引孩子们的目光 喝完西北风的他近河围墙上的雕像打起了PK 一人一雕谁都不服谁 就这样僵持着 而另外三位梦朝儿见战局如此胶着 连忙踏着稳重的步伐上前解围 他们拍打着阿坤想为妻解除封印 可阿坤就像魔争了一般一动不动 无奈之下他们也只能抓住阿坤的小辫子 吃痛的阿坤瞬间半蹲 开始跟着小伙慢慢前行 而小伙见时机已然成熟 直接一巴掌解除了阿坤的封印 于是萨界的四人小分队便开启了炸街之旅 刚上街的阿坤就热情地和路人们打着招呼 看阿坤这开心的模样 应该是遇到粉丝了 不过作为优雅与格调的制造者 他深知距离才能产生美 接着四人便来到了村里的十字路口 开始散发着他们那无处安放的魅力 不过其中一位小伙却自行开启了封印 不管同伴怎样拍打他就是不动 最后还是由一位好心的路人上前接触 他才解除封印开始行动 可这边刚好 另一边的阿坤又开始作妖了 一旁的小伙见状也实属无奈 只能再次抓住阿坤的小辫子 开始拖着阿坤缓慢前行 不过他们这较为异常的举动 倒是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 虽然没有其他萨普那么优雅 但其结果却是显著的 烤架上的鸡腿虽然有些许的胶着 但还是凭借其独特的香味 吸引了不少萨界的弄潮儿前往 而弄潮儿们看到鸡腿小哥 那与陆军瞻的烤腿气场 也是摆出了自己的成名姿势 然后再不经意间摘下那一万八的大墨镜 从而让自己身处在优雅的巅峰 毕竟这吃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腿 是鸡腿小哥烤出来的鸡腿 在填饱那作祟的肚皮后 弄潮儿们便一步来到了优雅的聚集地 此处不仅能让常年喝汐北风的小火闻其味 还能使其味蕾淋其境 从而真正地达到文味止恶的超凡境界 这也使得不少弄潮儿 在此处散发优雅的幅度远超以往的水准 甚至连同行之间的招呼都有了显著提升 不过也有些许得弄潮儿 不愿前往那所谓的优雅聚集地 眼前的这位便是其中之一 或许是家底丰厚的原因 他认为只有在繁华的街道 才能让自己的魅力得到快速传播 而同行之间的聚会 只会影响到他拔剑的速度 说完他便开启了即兴表演 可这步伐却显得不那么灵性 为此也有不少好心的同行上前劝说 让他多多参加萨界的聚会 毕竟同行的聚会 往往都有诸多的卧龙凤处 这其中的知识含量只要窥其一半 便能让你的魅力无处释放 说着便开始前往优雅的聚集地 还未踏进大门的那一刻 他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也让他稍微的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他立马就调整好了状态 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到了舞台中央 可当他看到台下热情 且优雅逼人的同行们时 他也是深呼了一口气 一时间竟忘记了如何展示 萨界还得多多向前辈学习才能立足 四十年来第一次上街表演的他 便用其迷人演的舞步 征服了在场所有的观众 甚至连不少的萨界老将 都感到了自愧不如 可就在观众们要为他欢呼那喊之计 他却害羞地逃离了案发现场 而另一边的萨界天团也开始登场了 他们步调统一方向一致 如此情形 看来是免不了一场攀比盛会了 在盛会来临的前夕 弄潮儿们纷纷摆出了自己的经典姿势 以便带动现场的氛围 毕竟这可不是一天一聚的小打小闹 是耗时两天的盛大场面 可就在他们满怀期待之际 萨界的老将胖哥却带来了个不幸的消息 因为经费问题和主办放弃了矛盾 所以场地有所变动 不过还是能让诸位大展拳脚的 可当萨界的新人团到达目的地之际却震惊了 聚会的场地竟就在垃圾堆旁 可毕竟来都来了 该展示的还是要展示 眼前的这位弄潮儿便没有受现场的意味影响 依旧迈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在结尾之际更是挑衅地望了望身后的同行 第二位弄潮儿健壮也是不甘示弱 直接以一脚凌云小碎不回应 而第三位的展示虽然处于下风 但却有着不一样的特色 至于第四位便稍显复夸了 因为他的步伐看似稳重却经不住推敲 不过整体看来这个梯队的弄潮儿还是较有特色的 而表演完就开溜的弄潮儿或许也不是因为害羞 而是因为垃圾桶里的意味 没有人能够永远年轻 但永远有人正年轻 虽然墨镜遮住了两只眼 但从那射人心魂的上流武姿来看 他应该也是一位撒戒的弄潮儿 而身为人类高质量男性的天花板 简简单单的搭配一把遮阳伞 便能使其气质跃然于纸上 倘若在此基础上还配上鸡腿的话 那无疑是缔造了撒戒的神话 统称为一生撒地也不为果 毕竟由我撒地便永天 即便手托鸡腿 也照样无敌于潮流横行的撒戒 虽然撒地的佳话在撒戒广为流传 但以胖哥为首的几名撒戒老将 却有不同看法 他们认为鸡腿和魔性武姿的搭配 过于油腻 为此胖哥都是在散发魅力之后 才开始享用鸡腿 这一细节也恰巧印证了180斤的胖哥 有179斤都是反骨 而那剩余的一斤 则是给了战衣和遮阳伞 不过在撒戒也有一股清流 那就是名嘴哥 他每天都与事无争 只会在街道的中央笑嘻嘻地散发他的魅力 在此种状态之下能让他在意的 或许也只有意外 总之在这个潮流横行的撒戒 每个梯队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特色 虽然暗地里总是看对方不爽 但只有竞争才能让他们的潮流远远流长 他家里的老鼠都被饿得离家出走了 可他却还是想着如何购买名牌服饰 甚至为了能成功地加入萨普行业 他曾一度地想将家中的祖宅售处 可是却因为祖宅简陋无人接手 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虽未成功加入萨普行业 但此事却让富贵明白了 要走自己的路 才能让别人无路可走 为此富贵开始收集各种塑料皮筋 要用自己的针线活地 造出一个属于他的潮流果度 只要是出现在萨剑弄潮儿身上的时尚单品 富贵都能用橡皮筋做到一比一复刻 甚至还在旗上添加了自己的创意 而富贵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他的外星人穿搭一斤问世 便受到了村里大部分人的追捧 他的身边始终都不缺少追随他的小谜弟 虽然此时的富贵还并不是一名萨普 但他在村里引领潮流的地位 已然不输萨剑的孟潮儿 就此一段富贵迷人眼的佳话 便在村里逐渐传开 而隔壁村的丧彪在得知富贵的事迹后 却是满脸不屑 毕竟作为萨剑的正统孟潮儿 丧彪拥有着自己的潮流天团 其队员中任意一套战衣 更是能全款买下富贵家的左债 而丧彪之所以这么膨胀也不全赖战衣 因为丧彪的梯队在萨剑的新人大会上 曾获得过最强天团练习生的称号 不过丧彪和富贵到底谁更迷人眼呢 他就因为穿了一次高仿 便受到了所有人的指责 虽然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对于一名萨剑的孟潮儿来说 无疑是要被开除萨籍的大事 原来就在几小时前 萨剑的潮流天团拉着横幅上街 为自己的梯队拉取应援 相较于平时的遭人惦记 此时的弄潮儿们就显得礼貌有加了 他们没有选择在宽敞的街道中央起舞 而是在街边默默散发着他们的魅力 毕竟像这种拉取应援的头等大事 不做好表面功夫那可是会影响梯队排名的 领头的弄潮儿也是相当的努力 左右摇摆无故彰显着黑哥的本色 其梯队的成员更是下了血本 平时在沙地里都舍不得磨损的战血 却在此时的水泥路上摩擦前行 疲惫一词也早已从他们的脑海里抹去 此时的他们仿佛就与水泥路融为了一体 颇有路的终点在哪他们就舞到哪的气势 随着丧彪梯队的稳步前行 另一梯队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片祥和的气氛 虽然见面不至于打打杀杀 但该有的流程还是要有的 可是这一梯队的表演显然没有领悟萨戒的精华 丧彪梯队的成员健壮也是失去了鄙视的想法 直接单方面宣布他们还不够格 并暗示他们还要练习个两年半 接着丧彪梯队便又开启了拉取应援之旅 可这一次他们还没走几步 便碰到了另一梯队出现高仿起了内护 秉承看热闹不咸是大的原则 丧彪梯队成员开始在一旁指手画脚 可高仿小伙也不是吃素的主 直接舌战群雄不落下风 丧彪梯队的成员见情况不对 直接拿出了杀手锏 单方面宣布高仿小伙站一楼都歪了属实 并替该梯队惩罚小伙 踢除他的萨迹 让他和隔壁村的富贵去耍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身着加戎版苏格兰真空战群 并搭配一双红黑相间的毛绒长袜 无疑是让弄朝儿们又增添了些许的魅力 虽然汗水已经浸失了他的衬衫 但他那魔性的步伐却依旧发挥稳健 不过今天的丧彪梯队外出的目的却不是炸戒 而是要享受生活 毕竟作为萨界为数不多的富有梯队 他们的起点便远高于那些要卖祖宅的弄朝儿 在抵达聚会的场所后 丧彪梯队的成员很快就进入了嗨皮的状态 可就在他们再歌再舞之际 另一梯队的弄朝儿们也陆续抵达了聚会场所 不过这一梯队的聚会可不是要享受生活 而是要相互切磋撒戒的魔性步伐 虽然此场地略显简陋 但如此多的弄朝儿所散发出的气质将弥补这一切 很快这个梯队的弄朝儿们便进入了状态 有的摆出仰天45度的经典姿势 有的走着猫不气定神闲地围绕着场地转圈 有的甚至拿出了领带开始吹起 虽然他们的种种迹象都像是在摸鱼 但他们无形之间所散发的气质已经在努力了 倘若在穿搭这方面他们在稍作改进 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他们将是丧彪梯队的劲敌 他家里的蟑螂饿的都和老鼠私奔了 可他在街上散发魅力的步伐却依旧不显虚浮 甚至为了证明他一天吃了两顿饭 他直接来了一波无食物表演和空气比赛拔河 在这之后这位弄朝儿也是说出了他解决温饱的独有方式 虽然他家中的铁锅都已牵了猪王 但只要别人家的铁锅人在运行状态 那便能做到他家不开锅 别人家里都是他的锅 长此以往他不仅拥有了买战衣的积蓄 还尝遍了村里的各种美食 能想出如此一举两得的良策也是让他稍显膨胀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萨普天团也在街头开启了表演 他们四人一组在街头扭扭捏捏 相较于以前的肆无忌惮 今天的他们便稍显中气不足了 应该是肚子里的蛔虫在起义的缘故 为此他们一路摇摆之上 一直摇到了一家正准备开启的庭院 建庭院内还无人落座 弄朝儿们直接开启了表演 毕竟要蹭一顿饭不出力 面子尚可说不过去 为首的胖哥率先拿出了他的神器叠拼遮阳伞 在遮阳伞的加持下 胖哥那逆乱街道的魔性步伐也多了一丝韵吻 更何况还有两位小弟在一旁充当绿叶 如此衬托之下 胖哥的那份魅力仿佛就要直冲天际 最后胖哥直接将外套半管 摆出了他的经典姿势 并倾其眼眸望了望庭院的掌事人 这下不就直接拿捏了吗 不过在相比之下 另一边的弄朝儿所选的蹭饭地点 则显得更加完美 在别人婚宴之际不请自来 并为其明月表演助行 无疑是显得更加自然且不势利数 更何况这里有着纯天然的观众 对于弄朝儿们来说 无疑是个双赢的局面 只是苦了婚礼的主持人 只能在后面胶着地拿着手稿 完全找不到出场的时机 用穿了七天的皮鞋喝82年的饮料 是黑子哥们证明自己没有矫气的有力措施 更何况一旁还会有人时不时地打赏小费 这无疑是让黑子哥得了便宜还证明了清白 虽然此过程较为尴尬 但只要到了第二天 他依旧是萨戒的弄朝儿 接着弄朝儿们便找了一处宽敞的地点 做热身运动 在反复转圈晃晕肚子里的回虫后 萨戒天团的炸戒攀比大会便开始了 首先出场的便是爱用皮鞋喝饮料的小哥 从小哥的表演不难看出 除了再喝这一块 其他方面的才艺便略显平庸了 二号选手虽然较有特色 但其左右交替的步伐却显得过于小鸟依人 而三号选手的表演则显得过于卖力了 要是和二号选手综合一下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至于四号选手就有点过分了 别人都是才艺展示 他却对着镜头开始撒娇 五号选手更是像喝了假饮料一般 脚步虚浮摇摇欲坠 从这几位弄朝儿的表演便能看出 他们梯队的平均实力不高 可每次街边展示完成后 他们却显得异常的自信 甚至会再次摆好姿势 再在街边散发两三小时的魅力 而且到了晚上此梯队也不会停歇 他们会召集众多的撒界成员 并让他们做成两练 以此来练习在狭窄的空间内 如何以最大的范围来散发他们的魅力 紧接着一号选手便迈着 打摆子的步伐登场了 如此大幅度的展示 竟丝毫没有惊扰到两边的观众 看来此梯队成员也并非都是摸鱼之人 而二号选手则是默默脱下了皮鞋 倒上了那82年的饮料 直接带动了全场的氛围 最后深藏公宇明转身离开了现场 至于其他选手便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 宁可喝三天的西北风 也要中筹租下一辆小跑车 他们不为名也不为力 只为在车顶散发那该死的魅力 虽然他们的穿搭并不怎么亮眼 但却凭借其桀骜的特性吸引了不少粉丝 而这就是来自城乡结合体的新生代萨普 肆无忌惮是他们的天性 与众不同是他们的潮流 即使战衣都脱了一层皮 他们也依旧能做到信心满满 而今天新生代萨普各个梯队的领军人齐聚一堂 他们先是来了一场无规则走秀 每个人都将其独有的特色彰显得淋漓尽致 紧接着身处在C位的小伙便说出了心里话 老牌的萨普已成为过去式 新生代终将会让他们搁浅在沙滩上 说完便又小小的展示了下他们的实力 最后在蹦蹦跳跳的打气后 新生代和老牌萨普的地盘之争正式打响 他们开始在各个区域寻找老牌萨普的踪迹 想要与之较量分出地盘归属 不过可能是因为新生代的气场过于强大 他们所到之处根本就看不见老牌萨普的踪迹 于是各个梯队的新生代便在街头开启了展示 他们那无规则的团体舞资 造就了那狂暴的气场 不仅让老牌萨普们闻风丧胆 还让路人们都只敢远远观望 最后在新生代的边表演边寻觅下 几位外出表演的老牌萨普落入了他们的包围圈 老牌萨普见到如此多的野生梦潮儿 也是害怕自己的战衣遭到损坏 直接就开始逃跑 将新买的皮鞋反复拍打三千下 是黑子哥们检验其真假的特殊方式 而这站损板的遮阳伞 则是黑子哥们印证潮流与破烂并不冲突的有力证据 不过那渔网般的黑色长浪 或许就是部分黑子哥的特殊爱好 而今天萨介的弄潮儿们不惜好聚资打车 也要提前赶到此次的聚会场所 毕竟要在别人的生日宴会上抢抢风头 还是要下点血本的 而丧彪作为宴会的东道主 他深知撒界的尔虞我诈 为了不失颜面 他特意准备了好几套战衣 还特意嘱咐了音效师 等他出场时背景音乐一定要大 接着丧彪便带着他那叙利亚风格的套装登场 周围的弄潮儿见状也是纷纷起身鼓掌 丧彪见此情形也是十分满意 直接就低下了头开始名嘴偷笑 可丧彪还未得意多久 便出现了让他始料未及的事 一位弄潮儿未经他的允许 竟私自开启了才艺表演 才艺这一项可是丧彪的短板 这也使得他不得不提前换上下一套战衣 并提包上阵 既然才艺是短板 那便用财力拿捏 周围的弄潮儿看到他那崭新的套装和战鞋 也是投去了羡慕的眼光 接着丧彪趁热打铁直接携起上阵 不仅让弄潮儿们知道了他那满配的军火库 还给予了一定的魔法伤害 而此时丧彪的笑容也是开始逐渐放肆 甚至最后在准备切蛋糕时 丧彪又是换了一套战衣 这么潮的仪式感真不愧是萨界的弄潮儿 平民窟中竟出现了黄金领带 在金色光芒的映衬下 黑子哥那圆润的肚皮已然得到了升华 成为了浑然一体的腹肌 而如此奢华的东西现实 便意味着萨界弄潮儿们一年一度的高端局即将打响 无数的弄潮儿们将在今日同台竞技 甚至连显有露面的女萨普也会在今日登场 随着主持人开场白的结束 新生态的弄潮儿就像发了风一般直接就冲了出来 如此不按常理出牌的操作 也是赢得了现场观众们的欢呼 而萨界的老将见到如此疯狂的新生态 也是害怕情绪被之带动而丢失了那份仅存的优雅 为此他们也只能选择暂避锋芒 而出场就获利的新生态也是迷失了自我 由一致对外逐渐转变成了内部战争 另一边的萨界老将见此情形也是开心的跳了起来 因为他们认为新生态是不讲武德的 同新生态竞技会有失他们的身份 于是今天的盛会便形成了两足鼎立的局面 新老T队互不打扰 各自散发着那独有的魅影 一遍遍地冲刷着观众们的视网膜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萨界的女将也登场了 没有过多的展示只是轻浮了下秀法 便引得了全场的欢呼 在此情此景之下 他直接将一盒牛奶当作的福利丢入了观众心 最后随着萨地的登场 纯精领带的问世 此次的盛会也逐渐步入了尾声 魔性的步伐是他们逆乱街道的资本 凌云般的小碎步则赋予了他们让车辆限速的魔力 毕竟作为一名优雅与格调的制造者 哪怕是上厕所也要对外宣称失去半点事 这样不仅能保持神秘感 还可以获得同行的一句注意安全 而今天的太阳还未升起 萨界的弄潮儿们便集体出动了 他们的行程不是炸街 就是在聚会的途中 虽然极其简单 但却显得满满当当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后 弄潮儿们便来到了临时的聚会场所墙角 彩色的塑料仪也早早准备完毕 让长时间处于奔波的弄潮儿们得到了一丝丝缓冲 而这位戴墨镜的小伙 也是对今天较为简陋的场所给出了解释 没有人能保证每天都蹭到别人家的生日宴会 频繁的众筹聚会让不少弄潮儿们都口袋吃紧 所以将低场低的档次才能及时止损 在解释完这一切后 弄潮儿们便开始释放那无处安放的魅力 他们有的四人一组 一会儿蹬脚一会儿扭腰 有的则摆好了姿势 上演了一波集体自动封印 他们形态不宜各自都将本身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周围的弄潮儿见到如此视觉盛念 也是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终于在他们的等待下 别人家的聚会开始了 在主办方准备事宜结束后 弄潮儿们直接就冲到了会场中央开启了展示 展示累了还有免费的大餐 使得今天的弄潮儿们依旧元气满满 他有时是引领潮流的时尚达人 但有时又现身猪圈横扫一方 为了让这两头小猪能生的清白死得干净 黑子哥每天要为他们洗三次澡 每一次他都用尽了全力 虽然很辛苦 但作为萨界的一名弄潮儿 在养猪这一方面也是要做到猪界的极致的 在处理完小猪的事以后 黑子哥便拿出了他的战孔 用熨斗将战孔的每一处褶皱处理完成后 他又拿出了历袋小猪被端上餐桌后 所遗留下的结晶 接着便闻到他清理自身的污秽了 在这些仪式都进行完毕后 萨界的弄潮儿便登场了 此刻的他身着全新的战衣 气质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升华 倘若不是周围环境拖了后腿 任谁见了不得端茶倒水 最后黑子哥也是迈着自信的步伐 开启了炸街之旅 而另一边的城镇萨普 则早已成群结队地踏上了街头 为了能让他们的魅力得到大范围传播 他们开始分散行动 有的选择在乘坐伏梯之际装作较为匆忙的职场精英 实则每一次伏梯的运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有的则围绕着广场迈出了霸道总裁的步伐 而这位选择夜间外出的弄潮儿则显得较为突出 五彩斑斓的穿搭根本不用他过多的才艺展示 直接就让他成为了夜间最亮眼的存在 虽然每一位弄潮儿都身处在不同的地点 但他们却用着同一套方式发光发亮 他把石膏当作防晒霜 并将废弃的塑料做成超大号的真空墨镜 最后再加上他那练习两年半的魔性舞蹈 直接就让他多了一丝反不归真的韵味 不过隔壁的小黑与之对比也是毫不逊色 虽然才刚学会走路不久 但从小的耳濡目染已让他明白了萨基的灵魂所在 那四岛飞岛的步伐只需窥见一半 便能知晓萨基的未来他们将是内卷的源头 而今天的弄潮儿们则是巨资举办了一次高端聚会 从眼前这位表情管理略微失常的小伙来看 此次的聚会必定又是一场神仙打架 而小伙的心里也清楚 倘若萨基的卧龙奉出气聚 是轮不到他这种萌新上台展示的 于是小伙便决定率先发难 虽然此时到场的观众并不算多 但只要是面朝镜头 他便能春暖花开 可小伙的展示还未结束 萨基的老将胖哥便在马路的对面目睹了这一切 一剑萌新竟敢私自起舞 那就不要怪他胖哥欺软爬硬了 萨基的魔性步伐直接在此刻率先展露 完事后还不忘拍打下皮鞋暗示小伙不行 小伙见状也是委屈的向大哥吐露苦水 可奈何对面是胖哥 大哥也无可奈何 而随着萨基老将们的齐聚 他们有序的开启了排列展示 不过从前几位那平平无奇的才艺展示来看 此次的排序应该是由弱到强 而随着围巾小伙的结束 菠萝头小伙的开始 弄巢儿们散发魅力的幅度才开始逐渐提升 每一件配饰在菠萝小伙的应用下都显得恰到好处 可就在另一位颜色较深的弄巢儿准备开启展示时 当学会走路的小黑却率先发难 在分强弱的排序里竟没让弄巢儿们动怒 也是鉴定了他在萨基举足轻重的地位 接着便是一位单手撑伞的小伙 肩膀的有序律动配合着那灵魂般的舞步 加上那黑白条纹的长筒袜 直接就让人多了一丝头晕目血 而最后压轴出场的便是胖哥了 从胖哥那强作含蓄的模样便能看出 他又开始装上了 只是扭扭捏捏地展示了下 便草草结束了 毕竟作为萨基公认的元老 该有的架子还是要有的 接着弄巢儿们便携家属开启了用餐 而会场的主持人却在此时推荐胖哥作为萨基的代表讲话 虽然肚皮还未填饱 但胖哥还是强颜欢笑地站了起来 开始诉说着他曾经作为街道战神的辉煌时刻 不过就是这样辉煌的胖哥 却在一位出租老师傅手里吃了亏 那天下着雷震雨 胖哥着急先结了账 或许是出租师傅认出了胖哥的身份 于是便有了买了车票 却跟着车跑到终点站的家伙 不过胖哥现在早已释怀 还对外宣称这是独属于弄巢儿们的浪漫 在讲完这一切后 胖哥也是被自己感动 直接就随机抽取了一位幸运的弄巢儿开启了展示 最后在弄巢儿们的欢呼下 此次的聚会也落下了帷幕 乍街的萨谱天团 终究还是遇到了豪横的老司机 伴随着富贵的陨落 村里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而丧彪便是愁哭的那位 毕竟作为萨界为货一方的卧龙送出组合 在十里八乡那可都是闯出了明白 现如今富贵的离去 便意味着丧彪将独自背负曾经的种种剥挫 而丧彪为了能减缓压在肩上的重担 决定带着单纯的后辈们踏入那儿与我诈的萨界 为了让后辈们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丧彪不惜是巨资包下了两辆出租 带后辈们来到了弄巢儿们的聚集地 当一下车丧彪就露出了那久违的微笑 接着丧彪便带着后辈们来到了他刚出道时的御用商铺 后辈们在穿上战衣的那刻 气质瞬间就得到了升华 甚至连萨界的专属步伐他们都有所动物 虽然在展示时部分的动作还是略显僵硬 但那自信的模样却已出具了弄巢儿们的风范 可就在后辈们洋洋得意之际 隔壁村的玄冥二老组合便开着他们的专属座驾登场了 丧彪见曾经的对手登场自知没了富贵一人不是对手 便宣称要回家半点事 直接就丢下了后辈们独自上了出租 玄冥二老见此状况也是较为得意 直接就占据了一方地盘开启了展示 不得不说撒界老将们的组合还是有点东西的 穿搭和配饰都呈现了互补之色 表演时动作幅度虽然不大 但那一平一促间却竟显着弄巢儿们的本色 丧彪的后辈们见玄冥二老拥有着如此强大的气场 也是不予硬碰选择了分散行动 毕竟后辈们的优势就是人多 分散开来抢战的地盘质量虽然不高 但量变终究会引起质变 最终在后辈们的努力下 玄冥二老那逼人的锐气也是被磨平了棱角 而丧彪不知在何时听到了风声 换了一套战衣就重回了战场 看到被磨平棱角的敌对组合 丧彪也是笑嘻嘻地上前问好 毕竟在优雅横行的萨戒虽然暗地里不合 但表面工作还是要做好的 接着丧彪便开始感谢后辈们 虽然你们天赋异禀 但在外出展示时碰到大型货车物 必要选择紧急避险 切不可补了富贵的后辰 他说他喜欢刘长发的女孩 便被萨戒的女将一把提了起来 倘若不是周围的好心人上前却说 眼前这小伙的萨戒生涯 怕是要就此终结 而女将的朋友在听闻此事后 想到了自己不仅是长头发 而且还是黄头发 于是在爱情和友情面前 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力挺小伙 为此在萨戒也是凭空多了一桩喜事 而二人的事迹也是在萨戒一轮纷纭 有的弄潮儿把二人的事迹 奉为萨戒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有的弄潮儿则认为爱情的出现 只会阻碍他在萨戒发光发亮 说完他便拍了拍萨戒老将们 去日本学习归来后所拍的杂志封面 他的目标就是想像画面中的 弄潮儿一样帅气飘逸 并取得一个复日留学的机会 可在这个每分每秒都有创新的萨戒 想要出彩又岂是件容易的事 眼前的弄潮儿便将 萨戒的灵魂步伐加以了畅调 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了 他的改进是成功的 而这一位弄潮儿则被 萨戒的内卷磨平了棱角 曾经的他也是力争上游发奋图强 甚至连不少萨戒的老将 都劝他收敛一点 可他却游言不尽 一心只想把老将们拍在沙滩上 现如今爱创新的弄潮儿们崛起了 他的状态也是由游言不尽 转变成了神志不清 每天拿着塑料做的烧水壶上街显摆 说这就是他的潮流 而那眼罩也不是仿装的加勒比海盗 是暗示着他对萨戒的潮流 已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花一个月的公自染 一袭飘逸的蓝发 是萨戒女将提升气质的常有方式 而这款四色蝶拼的彩虹花色 则是为了营造出 他不识人间烟火的高雅脱俗 毕竟一般的黑子哥 是无法拒绝头顶一袭彩虹 还能在草地上翩翩起舞的女孩的 更何况此舞步 还是萨戒弄潮儿们的专属 而另一边的弄潮儿 则又踏上了聚会的道路 虽然他们每天的聚会内容都大致相同 但每次总有那么几位弄潮儿 会以奇异的穿搭 及特殊的表现形式让人心头一颤 接着弄潮儿们便开启了赛前感言 紫衣小伙表示曾经的他处处没人疼 可自从参加了弄潮儿们之间的交流会 他的天灵盖仿佛都被人掀开 里面不仅有人告诉他打伞能预防二次晒黑 还有人手把手叫他如何散发魅力招人疼 说到情深处他也是拍了拍胸口表示感谢 而另一位弄潮儿的措辞就比较犀利了 他表示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攀比大会上可不容放水 毕竟每套战衣他都是下了血本的 接着弄潮儿们便一步到了会场中心 观众们也是早早在位等待 紧接着一号选手便迈着不太稳重的步伐登场了 虽然这有可能是他新研发的诈场方式 但现场的观众显然不太买单 第二位便是头顶彩虹的撒戒女将 布满流苏线条的战衣 其整体风格虽然看似破烂 但却稳稳地拿捏了现场观众们的目光 而第三位的表演虽然不太突出 但他那头顶的小红帽却异常地突出 第四位弄潮儿则拿着杂志斯文的登场 不过这戴着墨镜看书还是有点让人出不及访的 第五位弄潮儿的穿搭虽然相当显眼 但其表演形势却过于揪心 让现场的观众们都为他捏了把冷汗 接着弄潮儿们便开始集合 为在场的观众们献上了一场各有各的特色的团体舞蹈 有的人即便已70岁的高龄 也依旧努力在做潮流穿搭这方面的红绿灯 而有的弄潮儿才出入撒界就带起了高帽维护一方 那桀骜有力的步伐让他们抢占了艳阳高照的有力地形 而撒界的老将们则引起的太晚错失良机 只能捏手捏脚地在泥巴路上开启了展示 不过那充足的睡眠 也是让老将们的精神面貌焕发了年轻时的光彩 接着为首的胖哥便率先发难 在不满水泽的泥巴路上占据了有力地形 其他弄潮儿们见状也是紧随其后 生怕再次错失良机让脚下的战鞋受损 在地盘划分完毕后 弄潮儿们纷纷摆出了仰天45度的经典姿势 而这阴雨绵绵的天气 也是将弄潮儿们那桀骜的脸庞上衬托出了一丝忧郁 在经过一番小雨的洗礼后 弄潮儿们也是找了个临时庇护所 开始在屋内小幅度地散发他们脑无处安放的魅力 可就当所有弄潮儿们都在屋内之际 一名撒界的女将却突然出场了 她小心翼翼地躺过不满水泽的泥巴路 并在擦拭完战鞋上的屋渍后开启了展示 此刻的她无疑是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虽然散发魅力的幅度受到了场地的限制 但屋内的弄潮儿们还是被她那股气势所折服 疫情虽然可以带走黑子哥们的肉身 但却带不走他们那颗被猪幽蒙了的心 今天撒界的弄潮儿们打着外出做核酸的理由 开始成群结队地踏上了街头 不过这次的弄潮儿们却没有急于展示 他们先是向街道上的群众们质疑了亲切的问候 接着便向群众们表示 此次他们外出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炸截 而是要为大家伙们散播福利 热心的群众们一听有此等好事 便要为弄潮儿们举行捐赠仪式 于是他们便将弄潮儿们带到了一个不太通宠的小房间内 虽然看着比较草率 但应该还是能对得起弄潮儿们所捐赠的物件呢 在经过一番短暂的交流之后 弄潮儿们便从口袋里摸出了要捐赠的三两口罩 而眼前的这位弄潮儿便属于 火发之人 人还未到那股暖男的气质 便随着微风狠狠地拍打在了你的脸上 在经过近距离的观摩后 弄潮儿们那百搭的属性也算是实至名归 即便家中的祖宅被人放火 也无法中断正在散发魅力的黑子哥 毕竟像萨普这种高危行业 外出不仅要提防热心的路人们突然发难 还要戒备随时都能踩下油门的老司机 而撒见弄潮儿们为了减缓意外入土的频率 选择了全方位活力覆盖 目之所及皆是同行 让意外无缝可钻 如此一来也是让弄潮儿们安下了心 散发魅力的幅度也逐渐开始放肆了起来 不过隔壁村的弄潮儿却认为此方法较为不妥 容易遭人斩草出根 于是他们便选择了大面积撒网 将后背毫不保留地交给观众 要以真心换真心 就算是遇到了屠罗不轨之人 四面八方的弄潮儿也能及时赶到 而此方法一经落实 弄潮儿们便受到了观众们的忠心拥顿 甚至为了让弄潮儿们的士气越发高涨 观众们自发组建了乐队 要亲自为弄潮儿们应援 虽然他们的装备看着有些许的草率 但这份心意属实是到位了 而这个村里的弄潮儿们想法则更是开腻 常年的石不果腹让他们明白了 光在街上耍帅是行不通的 于是他们便在村里开启了T台走秀 想有朝一日能够登上世界级的舞台 不过从眼前这位黑子哥的表演来看 他们应该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脱掉皮鞋狠狠地怼到路人们的脸上 在从其脸色变换的程度判断皮鞋的真假 是黑子哥们在外出仗着人多知己常用的验证方式 毕竟相较于用异于折损战鞋的黄色气泡饮料验证 折损路人无疑是黑子哥们最佳的选择 而在经过数日的沉淀后 萨戒的弄潮儿们终究还是无法再按住那颗攀比的心 开始成群结队地踏上了街头 而此时的观众们也是早早在街头等待 毕竟此时要是不外出给弄潮儿们捧场 那就等于是给弄潮儿们添堵 而眼前的这位小伙则不太讲规矩 趁着其他弄潮儿们还在放狠话之际 他直接就开启了表演 急性的舞步虽然略显狂躁 但那无意间拍打皮鞋的动作却彰显着萨戒的灵魂所在 不过这位带有浓烈日式风格的弄潮儿 却没有将小伙的表演放在眼中 因为他始终坚信着只有战一到位才能在人前显位 紧接着弄潮儿们便在攀比大会来临的前夕开启了衣舞会 首先出场的便是两名萨戒的女将 灵魂的步伐配合着他们那长短不一的虎度搭配 无故彰显着此组合的严谨有序 或许是受到了此组合所散发的魅力影响 这位身着蓝色西服的弄潮儿 也是情不自禁地加入了他们的表演之中 紧接着便轮到了萨戒的太子爷 虽然年龄不大 但脸上那逼人的锐气已出现雏形 再配合着他手中的神器三角拐张灯 也是让和他同台演出的萨戒老将不敢错其锋芒 不过如此出色的表演难免会招人妒忌 台下的红绿夫妻搭档便对这萨戒的太子爷格外的不满 并拿起太子爷的三角灯告诉他 大人之间的攀比小孩子不要抢风头 回家玩女马才是你这个年纪的归属 教训完太子爷后 两夫妻也是迈着自信的步伐开启了展示 红与绿的搭配虽然格外的扎眼 但配合着那格外桀骜的表情 也是将他们的特色彰显得淋漓尽致 而随着弄朝儿们的热身运动结束 各村潮流梯队的陆续到场 此次的攀比大会也是正式拉开了虚目 首先出场的便是这位头顶彩虹的弄朝儿 他那颤抖的小手刚一放下 身体便逐渐变得轻盈 萨戒的灵魂步伐也在此刻如约而至 紧接着他用双脚交替 磨砂布在他的脚下也是变得活灵活鲜 或许是后续的弄朝儿们感到了压力 害怕在观众们面前丢了面子 便草草地结束了单挑环节 开始进行各村梯队的走秀模式 不过此模式却过于平平无奇 也是让观众们的数量一再减少 于是弄朝儿们便直接结束了攀比大会 开启了炸接模式 毕竟攀比大会他们想有就能有 观众们则要些许的外力加持才能足够 当萨戒的弄朝儿被同行质疑穿假或是 那便意味着今天必须会有一人被抬着出去开除萨戒 因此双方也是一度打得不可开交 不过老黑也知道光是斗舞是无法证明他的清白的 只有拾起话筒说服围观的群众才是真理 可就在老黑在台上讲的有理有据之急 小胖却在台下聚集观众 说老黑不仅穿的假活 还在欺骗观众们那颗单纯的心 说完小胖便冲上了台并掀起一脚开始和老黑对峙 老黑见状也是毫不示弱以同样的方式怼了回去 可小胖明显是掌握了争论的精髓 不管老黑说的如何天花乱坠 小胖总是轻蔑地摇头 此方式虽然物理伤害不高 但却直击老黑的心灵 为此拿着话筒的老黑将声音都喊哑了 却仍处于下风 不过老黑却没有因此气馁 因为他还有反败为胜的绝招 那就是脱掉脚下的战鞋露出品牌 标志为自己正名 如此舍弃一切的行为 也是让台下的质疑声瞬间就变成了欢呼声 甚至还有观众强忍着脚气为老黑擦拭着长袜 而老黑也是在这重心捧跃般的时刻 拾起了曾经的骄傲 开始向观众们吐露他心中的苦水 说你们可以说他穿搭不行眼光不行 甚至可以说他一天吃不上一顿饭 但战衣却是不能触框的底线 说完这一切后老黑强忍着眼泪穿上了战鞋 准备找污蔑他的小胖算账 而此刻的小胖则还在向众人炫耀着他的名牌领带 完全没在意他的质疑给老黑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最后老黑也是找到小胖 不管小胖如何躲闪 老黑始终都抓着小胖乃引以为傲的小领带 在这个连喝水都成问题的平民窟内 黑子哥们却总是身着一席名牌 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中成群结队 毕竟像外出攀比这种体力活 一旦中途肚子作响 一个人的口袋是难以解决问题的 而今天萨界新生代的孟朝儿们 也是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了街道中央 不过在新生代出没的地区 是很难寻到萨界老将们的踪影的 毕竟老将们的身子骨 是无法承受着带有痘痘鞋的飞踢的 更何况新生代们还哪有能充当支点 提升飞踢高度的拐杖 为此在这条道路上 也是有不少的人货车遭到了新生代们的迫害 而萨界的老将胖哥便是这受害者的其中之一 据胖哥的回忆 当初他前脚刚踏入新生代的地盘 便被一只急速驶来的红色痘痘鞋 砸在了天灵盖上 再等他回过神来之际 已然是到了三天之后 虽然知道此事定是新生代所为 可他却不敢追究其责任 因为他也不敢保证 被那只红色痘痘鞋砸到第二次后 他还能不能醒来 至此有新生代的地区 便再也看不到胖哥的身影 而新生代们在萨界立下威名后 也是越发的膨胀 只要是挡在他们前方的物体 无一例外都被他们的痘痘鞋踹飞 看着情况能将他们制服的 或许也只有错把油门当刹车的货车司机了